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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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可以轻松一点的聊一下 我在这次在 特别是需要阿联酋的见闻 那这次最主要比较多的时间是 在他的首都阿布莎比 那也经过杜拜 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 这一趟从华盛顿飞到杜拜的路上 其实我们可以过去 就是我们说到就是像去年 前年都经过中东嘛 但是从像去年经过 去年经过中东的时候 会刻意 因为他以前的航线是会飞过乌克兰 是最快的航线 最快的航线 从华盛顿然后经过乌克兰 然后接下来就到杜拜 但从去年开始 就是从前年开始 那个乌克兰那个航线 航线就要往南挪了 所以他过去是飞过以色列 那今年 也不能飞以色列 也不能飞以色列 那只能再往下 其实今年是从埃及西奈半岛 然后这样一路 绕一圈了 多绕一圈 多花 所以那一段 就从华盛顿到中东这边 我可以看到这两个区块 等于对于整个航空 或者是飞过去的一个 那同时 其实你如果从沙烏地这边飞的话 他其实胡塞武装还在下面 对 这倒是我 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空运的问题 因为我们通常在台湾 你起飞之后 大概都往太平洋飞 很少 很少往西飞 去经过欧洲接近美洲 所以就不太在那航线变化 对 因为 因为飞欧洲的航线 几乎都会经过乌克兰 所以上次才会有 在乌克兰上空被误极的情况 你要飞中东 大概都会经过以色列这个位置上面 可是现在中东的情绪又很紧张 你又要躲 那对航空公司来讲 现在要躲很远 对 这真的就是多绕了一大圈 所以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区域 其实是相当和平的 没什么事 就飞机往哪个方向都没问题 但从美国这个方向往欧洲过去 往中东过去 其实可以看出这边就是 有两大这个战区在这边 那我本来去那边就是也挺好奇 这个杜拜的这个大雨的一个 对对对 他之前不是超级大雨 很恐怖啊 对对对 但是没想到复原非常快 就是杜拜 他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能够让 就完全看不出来任何的痕迹这样子 对 他有足够的人力 然后有足够的技术这样 那我比较惊讶的是 我这次去到杜拜 然后听闻 因为杜拜机场 你可能听说他是全球最大的就是有国际旅客的一个机场 每年呢大概可以有八千万到九千万人到九千万人次 通过这个杜拜的机场然后到世界各地或者就在杜拜这里停留这样 这是全世界最大 但是 他们现在 我这次去他们是准备要盖一个全球最大的更大的 更大的 四倍大 嗯 就是会容 可能容纳两亿六千万人次的全球最大的机场 这个机场的大小大概是台北市的四分之一大小吧 会有这么夸张吗 对 他们是非常看好自己的一个发展 特别在中东这个区块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 确实在这么多混乱的状况之下 这一块确实是 中东他永远就是扮演一个枢纽的一个角色 那他们现在提出一个愿景 像杜拜他们提出的愿景是2033 D33 2033年呢 他们要double他们的经济 就增加一倍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扩张他们的机场 他们相信能够 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能够容纳更多的这个旅客 甚至更多的人到杜拜去定居 那不要说 比如说明年或后年 我们可以在杜拜看到一个新的建筑 嗯 呃 就是一颗月球 一颗非常 他们花50亿美元 在杜拜盖一颗月球出来 嗯 这颗月球呢 里面大概有4000家旅馆 他可以容纳三万人 就是球球体建筑 对球体建筑 除了这个购物中心啊 或者是旅馆以外 嗯 他上面其实真的会做出 就是月球 真的是能够训练太空人的一个场地 真的啊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月球里面是 炫到炫到这种地步 对就是到这个地步 对我觉得阿拉伯就是太有钱了 他们总是把东西都玩了很很极致的炫 对那他们的眼光其实也也放的蛮远 嗯 那我这次呢 那说完独拜就是我这次是去到他们的首都阿布 阿布达比 台湾翻转阿布达比 阿布达比 对去那边呃 嗯 真的就是去去去观察去看 嗯 那发现他们真的是投入很多的行李 你看独拜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 呃 耀眼夺目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娱乐之城 嗯 然后阿布达比呢 他们希望建立成一个文化之城 嗯 那像呃 可能我们都知道他们有盖这个 呃 海上的罗浮宫 嗯 这个罗浮宫是从这个就跟巴黎 呃 罗浮宫的分管 分管 对对是建在海上的 嗯 然后他们接下来呢 还要再建造这个明年会同时会有两个大的博物馆 嗯 在阿布达比 呃 应该是能够完工 嗯 一个是古根汉博物馆 嗯 就是纽约的那个古根汉博物馆 他们会在那也是在海边 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一个分支博物馆 然后再再来他们要盖一个自然史博物馆 对就是就是纽约的自然史博物馆就是 博物馆金魂夜我们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 呃博物馆他们就是要在明年应该就能够完成 我这里有些影片想让大家来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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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 这个在这哪里 没有这个是他们七星级的饭店 哦 号称全球七星级的 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沿着这个波斯湾然后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张金人眼镜对我很重要 要不然我对中东真的是缺少艺人上面的情感 这个就是就是罗浮就罗浮公 建在海上 罗浮公的分管 对 嗯 这个很壮观 非常壮观 就就这海上 你去开这里面可以划船 哈哈哈哈 就是很很很酷炫 那他之所以上面会这么动 等一下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嗯 他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星空的 嗯 看到没有就是一个 就是里面 所以他每个都都是有道理的 对他就是不规则的 但他就可以呈现出一个星空的 那个夜晚应该是很漂亮 对 然后这个是全世界唯一的法拉利世界 最在阿布扎比 嗯 对 然后就是一个真的就是赛车场 赛道 嗯 其实 嗯 好 我们我们我们看到看到这些中东的 中东 他就是 就是大 对 就是 富贵逼人 富贵逼人 富贵富贵逼人 老实讲那那那不是你光有创意 就能够做得出来 要有钱啊 而且也有也有他们的愿景嘛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刚才看到这画面最后 这个法拉利的 呃 是法拉利世界 这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以法拉利为主题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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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游乐园吧 嗯 那同时他有真正的赛道 他就希望真的能够吸引大量的赛车 你能够到当地去 嗯 去 去参与 嗯 那包括他里面都有这个 全球最快的云霄飞车 嗯 就你真的就像搭在法拉利上面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 就是这样这么大的 其实这样在过去你看这法拉利的这个主题 呃 就是法拉利世界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场 嗯 然后这个卖场大概是十分之一一个台北市的大小 这么巨大的一个一个卖场 那同时他旁边还有水世界啊 然后还有一个 呃 华纳兄弟 嗯 主题乐园 嗯 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把整个华纳 就是把把整个像是 呃 环球影城啊什么 就变成室内的 嗯 就这么巨大的一个 我还没有机会去啦 那我从外面看是非常壮观 这样巨大的建筑 就是 嗯 他们确实是很 很用心在投入那就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嗯 到他们的 呃 国家 那我想要提 再额外提关于阿布扎比的就是 呃在那边呢 他们其实已经有 纽约大学的分校 分校对 就是我的母校 那个很有名的分校 对对对对 然后在路上可以看到他们 因为现在刚好是毕业季嘛 嗯 纽约大学我们那时候穿的毕业袍就是 紫色的 嗯 他们紫色还会在秀一圈 那个阿拉伯的花纹就是 嗯 象征他们的一个融合 嗯 那其实那边他们就是一个 比如这边就是文化博物馆区 然后一个大学的校区 那这大小区他们其实还一个 嗯 蛮特别的一个 学校是全球第一所 嗯 然后专门就是 呃 针对AI 嗯 就他们学校就叫AI大学 就专门就是在 在研究 AI 嗯 嗯 然后其实他们也有 嗯 全球第一个AI部长 嗯 那其实我我之前也有机会去 独家专访到这个 阿联酋的人工智能 嗯 部长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 嗯 嗯 这是今天我我对张张经理的 第一个好奇 就是因为他必须满足我这个好奇 是因为 我对于我对于中东的AI啊 嗯 嗯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因为 因为他跟我们对中东的理理理解 是有距距离的 嗯 就是AI这么先进的产业 所以当之前呢 我们当上美国 极地的在打压中中国的AI在产业 那因为是下个下个世纪的主要的科技竞争项目 可是当当中国当美国在打压中国AI产业的时候 同时也对于中东的对阿联酋提出警告 嗯 那个提出警告就很压抑说 我才注意到说 哦中东也有也有也有AI产业 那警告什么呢 他似乎一直担心就说 中东有没有可能是他封锁中国大陆的AI产业的一个破口 因为毕竟说中国跟这国家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中东他自己对AI是有想有想法的 好我们看影片 现在就带你来看我在现场的东家专访 阿联酋政府啊在2017年创下了世界先例 创立了AI人工智能部 并指派当年只有27岁的波曼 非常年轻的一个部长 看来比你还年轻啊 他确实比我还年轻啊 天啊 好 好 这些人工智能部 在未來,AI是現實的 而AI是唯一的方法 讓你作為政府能夠提升 而你作為政府能夠確保 讓你能夠提供應的服務 我們看到的發展 像GPT和AI 我們看到使用的AI 在自動車自動車 我們看到使用的AI 在製作品 在各種各種獨立 在社交媒體 在社交媒體 我的努力是 是為了保證 我們能夠保證 對於技術的使用 而能夠提升 和提升的良好用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人數是一數 有了技術的 技術的主持人 在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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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OE相信在外出 而在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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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的情況下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為什麼在 剛剛唐大哥提到 就是為什麼 在阿聯酋的AI產業 能夠發展的 就是他們希望全力來投入 這個AI的產業 主要就是你要做AI 其實就是兩塊 一塊就是要足夠的人力 就是聰明的腦袋 其實阿聯酋在全球 就是世界銀行的數據 全球擁有25歲 最多人擁有 學士學位以上的 高學歷的 對,高學歷的就在阿聯酋 全球 百分 大概將近50%的人 你在阿聯酋隨便 25歲以上 50%的人 都有學士以上的 就本科以上的 這個學位 第二名是立陶宛 但不到40% 然後第三名才是美國 所以你可以看出阿聯酋 他本身就已經擁有 這樣這麼多聰明的腦袋 就在 就足以能夠讓他們發展 這個AI 那這一塊 那AI另外一塊 其實相當重要的 像 就是像 馬斯克 他 前一陣子 大概 一個月前吧 他就說這個 現在全球的問題 已經不再是這個 晶片的短缺 現在最大問題是電力 因為AI靠的就是 算力 要用大量的電去推動 高耗能 高耗能 包括美國現在都 出現這樣的一個困境 所以台灣終於要面對核能了 這是問題 對 那所以我們現在說 就是阿聯酋這一邊 就是他本身就是不缺 不缺能源 不缺電 不缺能源 他本身太陽能了 或者是說 他的石油 能夠 所以他是一個絕佳的 能夠發展這樣的一個 呃 非常耗費 算力 跟腦力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國家 就確實是一個得天獨厚 就我們過去都不會去想到這個事情 但真的是去到阿聯酋 跟他們的人接觸 那包括我獨家專訪到他們的這個AI的部長 那希望有機會到他們這個AI大學去去看一下去瞭解他們真正在他們除了能夠扮演這樣就是在我們印象當中就中東就是有其不止他們還有更大的這個願望更大的這個決心希望能夠發展其他的產業那他們本身就足夠的這個腦力跟這個這個算力 對在因為我我之所以常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說張晶毅的眼睛對華人來講很重要因為大部分時候我們對於對離我們很遠的地方啊除了有文化的偏見 因為這這受到了美式宣傳的影響美國對於對穆斯林不不可能有好感那基本上面你聽到這政治人物這談穆斯林就曉得他不可能有好感他對穆斯林是不信任對阿拉伯世界是不信任第二個就是說這種的宣傳裡面總是給我們一種阿拉伯世界除了有以外其實是落後的他在五文化上是落後的在科技上面是落後的甚至於在文明的水平當中來講 仍然保持著某種專制跟野蠻的氣質我不曉得我這樣講大家同不同我我認為大部分人可能都還是這種的印象可是當你看到這些不管是不管是今年呢今年卡達在就卡達扮世界盃 或者你看到的就是說張晶毅每次到中東的他的採訪所帶回來的都東西其實如果如果因此沒有去改變了你對於中東的基本的認識那就太可惜了好當你這次去的是阿拉伯球 阿拉伯球是中東很特別的一個尤其現在在在談AI的時候你呢你不講坦白講就是我我真的沒辦法理解就是說為什麼美國會去care中中東的AI的精神他們成立AI部AI部部長比台灣都還早台灣的數位部長現在要下台的唐那唐鳳可是到底做了什麼大家也不知道可是呢在阿拉伯球很早就有這種的部署不是只有阿拉伯球 他顯示這是阿拉伯世界在科科技競爭領域裡面他要彎道超車的一個機會因為前面的部分他更不少但是呢在在AI的AI時代裡面他有有錢有能源剛剛金毅講的就是說你不要以為說啊因為他們就油嘛天然氣多部他們在利用他們的沙漠的地形他們在發展太陽能其實他很重視綠能的 對所以所以不要不要以為他們就只是油波不停的燒天然氣不停不是這樣他很重視綠能所以呢他在提供他的他的他的很聰明有高學歷品質的這樣子一種一種的人才再加上能源在某些的領域裡面投入的時候他基本條件具備的時候我認為他有搞頭那只是美國在防著就是說他如果中中東發展AI跟中國的關係又又走得很近會不會是美國封鎖 所中國的一個破口這個可能是美國的在在乎的好那阿聯酋當然這個國家很特別在在過去我說大部分人在在談阿聯酋的時候那個那個那個感覺是模模模模模糊的就是他跟美國跟以色列美國現在把他拉拉到身邊你看他的所有的這些引進的這些的文化我認為他沒有什麼那種的文化的排斥性所以呢不管是歐歐洲的你說的 羅羅浮宮也好啦華華那的東西也好他都可以帶的進來雖然穿著阿拉伯人的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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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阿联酋的特性 那阿联酋在政治上面来讲 跟美国走得很近 跟以色列的关系呢 过去我们讲的I to you to 那个you里面来讲呢 就一个一个就美国 一个一个就是阿联酋了 你就知道美国在中东 不是只有沙特 阿联酋是他非常重要的 中东的战略的棋子筹码 但是在最近当 当加萨的悲剧 加萨悲剧对全球都是个冲击 美国待会我们会谈到 那像阿联酋这种国家就尴尬了 你这么的阿拉伯 你这么的美国 你这么的以色列 可是现在看着巴勒斯坦的 这种的委屈 他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看到这一次的 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联合国大会这一次的投票呢 143个国家投赞成票 承认了巴勒斯坦呢 可以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虽然还没有投过安理会的那一关 可是我注意到的是提案国是阿联酋 为什么 其实这是阿联酋 他站在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角色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 他有多么的包容 包括他如果在阿布扎比 你可以看到他建了三座 这个应该叫做阿拉三座巨型的这个建筑 一栋是这个清真寺 一栋是教堂 就是基督教的教堂 一栋是犹太教的教堂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社会 包括他甚至在阿布扎比都有一个清真寺 叫做圣母玛丽亚 清真寺 很特别 很特别 他就是一个相当 他推广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一个社会 他相信透过 因为其实在阿拉伯 难怪纽约大学可以在那里设设分析 对对对 这样我就懂 OK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包容的一个社会 其实过去 如果往他们他们其实向往的是 就像我们像我们比如唐朝啦 这种包容的一个 就各国人民能够在在在唐朝安居 他们其实过去在阿拉伯世界 包括阿巴斯王朝 我们说在这个大概九世纪十世纪 阿巴斯王朝 也是这样 就各国汇聚在 各国的人汇聚在那里 安居乐业生活没有问题 他就希望就回到这样 就是一个包容 然后一次能够让自己的国力很强盛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 所以说到这里 就是在其实在去年10月7号 这个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其实以色列是召回了他们 他们其实在阿拉伯国家里面有多少的大使 跟他建交的国家就几个而已 最重要的其实是阿联酋 阿联酋80嘛 对 但是现在就是就只有 以色列就是只有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大使 他就是维持一个就是很平衡的一个战略 其实你不要看他这样 他包括俄乌冲突下来 现在大量的俄罗斯人其实都在 也去阿联酋 对真的就是在满大街都可以看到 很多俄罗斯的寡头 有钱人就躲到中东去了 也不一定是寡头 或者就是希望就是能够避免兵役啊 对战争等等的一些一些状况 然后都都去到就他其实包括你就不要说像大大量中国大陆的人也都在那边 大概现在大概是40万左右的这么多非常庞大 就说40万的中国人对中国大陆 哦OK 对就是那不少对所以我们之前提到那个龙城吧 对对对 对我就我就因为你你上次来的时候上次你去的时候就介绍了一下 现在他们他们跟中国的关关系吗 商务各个各各各各方面 但是你永远不要忘了 因为他美国跟他非常的close 对然后美国拉拉着他跟以色列做做关系 对所以他是美国帮以色列打通跟阿拉伯事件的那个隔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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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